柬埔寨警方在近日破獲了一起重大的毒品案件 缴獲了145公斤的毒品之外 还逮捕了5名犯案的嫌犯 而这5名犯案的嫌犯当中 包含了3名台湾人 1名中国大陆人 还有1名日本人 那柬埔寨当局在24号的时候 是以贩卖毒品和洗钱罪来起诉这5个人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他们将会面临终身监禁 根据柬中时报报道 柬埔寨警方近日破获一起 以台湾人为首的贩毒集团 前后逮捕了1名大陆人 3名台湾人和1名日本人 一共缴获145公斤毒品 而多数是K他命 金边市警察局局长尊纳林上将就表示 警方接获先报之后展开调查 发现这个以台湾人为首的贩毒集团 在金边以及多个省份活跃 锁定目标之后 警方在16号晚间10点半 在金边市水静华区的一处小区 展开抓捕行动 首先逮捕了1名26岁的大陆人 并在现场缴获3公斤绿安酮毒品 而接着警方又在17号下午 在水静华区的另一处小区再次行动 这一次逮捕了另外4名嫌犯 其中包括了3名台湾人和1名日本人 随后警方在其他3个不同地点搜查 总共在缴获142公斤的绿安酮 同样也是发生在柬埔寨 但您看到台湾有一名32岁的女子 24日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坠楼身亡 而死者的女友表示 死者生前有汗在台湾的哥哥通电话 当地警方就指出这名死者 她的头部以及身体重伤是当场身亡 根据当地警方报道 死者为32岁的前姓女子 从金边马卡拉区的 慧望支付大楼的12楼坠落 大楼保全人员透露 她24日晚间9点左右在大楼后侧值班 在听到一声巨响之后就前往查看 发现有人坠楼立刻报警处理 来自台湾的死者女友柯某 向警方表示 这栋大楼有多名台湾人居住 事发之前前行女子正在和哥哥通电话 但是电话突然掉落 事后就没有人回应 随后死者哥哥拨电话过来 请他查看状况 柯某得知之后便上楼找人 却不见前女踪影 下楼查看才知道她已经坠楼身亡 而根据法医判定 死者应该是亲身 遗体正在等待家属认领 接着把焦点转回到国内 孙鹏跟狄英这一对夫妻俩 日前为了他们的儿子孙安佐 可以说是生活非常的不平静 甚至还一度传出说 孙鹏因为是这个儿子而生孙 孙我在说什么 狄英呢月初的时候 因为他的儿子孙安佐 所以生了孙鹏的气 然后一度跟孙鹏说 他想要二度离婚 但是呢 最近就被时报周刊 City One直击说 其实夫妻俩很快就和好了啦 他们呢不良习惯 也被周刊目睹到了 两个人呢是一起开车出门 没有想到出门 不久 敌英就拿着两包垃圾 丢进了旁边的行人 专用垃圾桶 看着着实让人觉得 好像不太好 耶 爱我爱到好想吐哦 父母帮我收尾 我从来没要求他们做这些事情 新二代孙安佐 上个月在泰国西大马床民宅 近日又攜带瓦斯火腔 出现在信义区 之前妈妈狄英气到二度 提出要离婚 不过孙鹏很快的 就挽回了这段 瀕临破碎的婚姻 根据City One报导 其实早在6月7号上午11点 他们夫妻俩就一起甜蜜 出门采购 孙鹏先是开车载着狄英 到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才卖 接着又到了牛肉面店 卖了两袋食物 不过就在采购完后 车子随即在路边聆听 底音下车丢了两袋垃圾 到路边的行人专用垃圾桶 接着12点半 夫妻俩开车回到 新北市中和区的巷弄中 一起回到公寓内 但奇怪的是 两人刚从家里出发不久 就冒出两袋垃圾 其中一袋疑似是便当盒 不过两人出去的时间不久 说是刚吃完的也有点牵强 而相似的情景 前一天同样上演 孙鹏驾驶另外一辆灰色轿车 回家途中 也停在附近的公车站旁 然后从车上 拿了空的饮料瓶下车丢弃 其实法规命文写出 飞行人行走期间 饮食或活动产生之废弃物 不得投掷于行人专用清洁箱 违规可罚1200至6000元的罚还 虽然金额不高 但这的确是不太好的习惯啊 同时艺人消息 接着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艺人唐志平 他73岁的母亲 在这个月4号的时候 被人发现 城市在住家的顶楼 但是唐志平本人呢 却是始终坚持不认识 到现在都不愿意签署文件 来领回母亲的遗体 而且呢 最近就有民众频频目击到 这个唐志平好像有点脱续的行为 23号的时候 就有网友目击到唐志平 他就站在郊气的路边 不断的摇头 而且看起来是眼神涣散 甚至呢 还有拍打路边车窗 疑似要做事攻击小孩的行为 让路人下的是赶紧报警 而警方互报之后 由于这个唐志平 他在现场并没有做出任何 比较预举的行为 因此警方呢 只能进行口头告诫之后 就让唐志平自行离去 艺人唐志平在路边 不断上下点头 接着又疯狂的左右摇头 眼神涣散 诡异的行为 让警方上前关切 他近日因丧母疑云而备受关注 包括法医高大臣在内 不少人批评他不认母亲遗体 民宿专家廖大姨还说 如果唐志平是故意的 那会下地狱 气得他上周三 在电视台门口下跪大吼 风波还未平息 前天又有网友在宜兰朝溪直击 唐志平拿着饮料走走停停 不时对着空气摇头晃脑 影片被抛上当地脸书社团后 有网友指控 唐志平在宜兰头城吼骂警察 还拍打路过的脚车车窗 甚至做事攻击小孩 附近的民众吓得报警 警方到场后 认为他没有伤害别人 或破坏物品 所以只有口头告诫 不过唐志平近日的行为举止 让粉丝非常担心 希望他能早日走出阴霾 接下来要来问问大家 如果你去吃寿司的话 发现那个酱料碟竟然装过手工 你敢吃吗 哇真的是有点可怕 那个盘子我应该连碰都不敢碰 没错 但是这是生死上演的事件 这是发生在桃园园治大学 有一名女大神 他任性就带着自己的宠物手工 去吃这个寿司狼来用餐 他就把他的手工放到酱料碟上面 而且还拍照片发IG 甚至在旁边写下寿司胖胖包 而这个照片呢 就被网友转发到滴卡上面 引起了网友们的群企炮轰 而寿司狼对此也发出声明 表示不排除会采取法律途径 来就责 画面中女大神将宠物手工 放在酱料碟上面 并在现实动态写下寿司胖胖包 画面曝光后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炮轰 直呼非常恶心 对此台湾寿司狼24日 透过脸书发布声明回应 表示该消费者的行为 已经引发了卫生疑虑 造成公司生育受损 各分店已经加强餐具清洁消毒 确保永餐安全 后续将就该消费者的个人行为 所造成的商与受损 以及其他损害 采取法律行动究责 而原汁大学今天也做出了三点声明回应 表示如若属实 将会要求学生向受害商家致歉 并且依照校规来处置 接下来同样来关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那就是最近的博爱座的议题 对 因为其实最近真的发生很多 就是可能为了争博爱座让位 然后导致大家可能大大出手的一些事件 让大家再讨论说 这个博爱座它到底该不该继续存在呢 对 尤其台北捷运一个礼拜内 就发生了两起博爱座的争议 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 我现在搭捷运 然后看到博爱座会有点不敢去做 没错 那就有一个网友 他人就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 他说他在24日的时候搭乘文湖线 他就在文湖线上面听到了一个广播 那广播的内容就是讲说 您好 博爱座的年龄不是唯一的标准 请发挥同理心爱与关怀 哇 他说他听到这个当下 好像心中就觉得暖暖的感觉 这个还蛮不错 因为他有直接告诉大家说 不爱座不是只有老人家才可以做 年龄不是唯一的这个选择嘛 对 也不是那个评判的标准 那就有网友看到就说 哇 这个广播真的是非常的赞 但是呢也有其他人表示说 其实文湖线的乘客素质普遍都很好 他说有网友分享说 他在文湖线搭车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看过人家吵架的场面 开始来占区域了是不是 对 那不知道网友们 你觉得你比较常在哪一个地方发现 好像也有其实大家也都很理性的一些素质 很好的一些乘客 对 因为像我平常比较常搭的可能是板南县 或者是松山县就绿县 基本上我好像也没有遇过就是我们 播新闻的时候会报道的这些 不爱做让做的争议 对 像我今天早上搭捷运的时候 我就遇到有一个老人家 他要上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通勤时间嘛 车上很多人 对 然后他就直接大喊说 请大家往里面站 后面的人才可以上车 然后他这样一讲之后 大家就真的就默默的让一条路给他 我觉得 因为那个人就是 看起来是阿公 我们大概要叫阿公的年纪 所以他这样一喊之后 就是旁边立刻就有人跳起来说 不然这让你坐这样子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你有需求 你就直接大声讲出来 我相信台湾人 大家都很有爱心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大家是会愿意主动让做给你的 没错 真的是有爱心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最近呢 这个即将成为五宝妈的资深堂千金里面 他就决定要来针对这个博爱做的真意 他要来进行一个街头实测 因为他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是 所以他决定说要来测试看看 如果说身为一个孕妇 那你在捷运上 民众看到你的大肚子 到底会不会让做给需要的孕妇呢 他那一次才挑战了 是失败了 他到底是觉得我们更会幸福 李密之前 曾经在他怀孕四个月时 做过一次让做挑战 如今已经六个月了 他最近就搭上 生意不断的 不爱做风波的捷运 这一次挑战 而他还特地选在平日下午搭捷运 并且搭上孕妇以及亲子优先的车厢 然而即使他的运度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他做了三个站 还是没有人主动让做 让李密这一次的挑战 以失败告终 尽管这一次挑战不如预期 但李密表示 其实这个月内 他一共乘坐了捷运15次 其中就有6次他被善意让做 而对此他也相当的感激 证明社会上还是有许多三星人士 愿意照顾孕妇等有需要的人